這個汪曉玲雖然他是新任立委 可是他的表現非常亮眼 讓大家認識到說 這個立委不簡單 他是要來改造中華民國的憲法 那他現在馬上這個起手式 他的提案更厲害了 為什麼 因為這又是一個憲法的改造 我們憲法徵修條文裡面 第二條寫得很清楚 總統副總的候選人聯名登記 選票上同一組全選 以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 意思是說你那張票裡面 你蓋了 大家蓋完之後 得票最多那一組按照憲法 他已經當選了 可是翁曉玲說 不行喔 你如果只有得到49.99% 你是不能當選 因為我要規定你 50%你才可以當選 他創設了一個新的制度 叫做說 為中國國民黨量身打造 讓國民黨選到贏 即使修憲也在所不協定